我一个好兄弟谈了一个网恋女友 他们就是想见面嘛 他姑妈现在就是住我朋友那边 住了也有三四个月了 姑妈换了一身还挺好谈的 你好 嗨 哥 你好 你好 您找了我们是吧 对对对 您说说吧 还是怎么回事 我一个好兄弟谈了一个网恋女友 谈了有两年多时间了 发展的也挺好的 最近呢 他们就是想见面嘛 女方那边呢 可能有点担心 那边呢 就派她姑妈去 考察考察 考察考察这小伙子 到底靠不不靠谱 她姑妈现在就是住我朋友那边 住了也有三四个月了 我朋友呢 也给她买了好多这个金银首饰了 送了好多礼 打点打点 对 但我就一直从开头 我就觉得这事不大对劲 他跟他这个网恋女友见过面吗 没有 我就想请您帮我调查一下这事 您具体的字就是什么 您能跟我们说一桩吗 哎呀 我就老觉得这事 他这女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喜欢她 奋着恋爱去 对 奋着这个恋爱结婚去的 不让她姑妈产生怀疑的这么一个前提下 去帮我调查一下 她这个姑妈这次的这个真实意图 还有她这个网恋女友到底靠不不靠 麻烦您了哥 我们下来考虑考虑 好吧兄弟 尽量能帮到我们一定帮 好嘞好嘞 麻烦您 好的好的好的 对 哥 别让我那好朋友知道了 他可能得需要配合我们吧 我们才能进一步去调查 哎呀 如果让他知道了 那万一人家是真心的 那这不就让我搅黄了吗 这个 好的好的 麻烦您 好的好的 我们尽量想想办法 兄弟啊 再这样 天儿 下来之后啊 跟曾这个男孩子可能还需要一些信息 到时候你再对接一下 好的 穷追猛打 验真心 三四个月一百多天 这个姑妈呀 多少让人觉得 好像意图不是很单纯和明确 网恋两年 这几百多天里面 都没见过面 确实是感觉 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果棒 记住现实 你看是不是那个 哎 好像是这个 我妈换了一身还挺好咖 好 咖 我妈换了 好 好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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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经过一天 小天和小高出去追踪 我们觉得这事确实是有点蹊跷 有一些问题吧 我们还不敢这样大胆的猜 所以我们现在联系到我们这个委托人 让他联系到他这个兄弟 叫 兄弟 就是事情当事人 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得到他的帮助 或者说什么配合 你好 弟兄你好 您看我给你发那个视频了吧 看了看了 我们就是觉得有些事吧 挺蹊跷的有些点 然后单凭我们去追踪啊 这样一东西 我觉得效率太慢 所以我们就想问一下 您那个好兄弟 也就是当事人那个 他叫我记得 我想看看他那边 可不可以单方面去配合我们一下 在不惊动姑妈 在不惊动他女朋友的前提下 我们来调查一下这个事里面到底是有什么猫腻呢 我跟XX讲了吧 消贷好了之后吧 您看如果他愿意的话 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好吗 行可以可以 好的好的好的 辛苦 好兄弟啊 拜拜 拜拜 您好 喂 你好 你好 你那兄弟应该大铁跟您说了 你们在调查什么呀 这本 你家的事你们操什么心呀 不是兄弟 我知道我也猜到了您能应该是这种态度哈 我给您发一下 我们今天跟拍了一些细节啊 有很多疑点 您这样 我给你 你的手机号是微信吗 是的 那我给你发过去 你稍等啊 我添加你一下 你通过一下哈 我给您发过去了 您说一下 是我们今天出去跟踪拍摄了一些镜图 其中有比较可疑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姑妈呀 买了件衣服 去拍了一张照片又退了 这个我们确实是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就是咱这个姑妈每天三点都会出门 您知道她都去哪吗 我平时也没在意这些 我有自己的工作 我刚才看了一下 你们给我发的这些视频 这不很正常吗 调查什么呀 好了先不说了 有事 可能就感觉这个当事人啊 跌个自己的想法 像这样吗 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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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那个 我把那个 许子录音打开了 那你先你说 今天我女朋友 给我发了一组照片 我发现就是你们给我发的那个视频里面的 那个衣服 和我们女朋友给我发的一样 你们穿的一样 就是那个蓝色的裙子 我现在脑子很乱真的 我发的脑子特别乱 我真的我真是一天踏了 我都感觉 你们能帮我调查一下吧 你把你对象 把你给那几张照片 你发到 好吧 这边好吧 我看谁 我现在没法处理这个事 我兄弟们都会休息了 我得明天我给你个信 好吧 这样哈 现在 姑妈呀 肯定是有事瞒了你 这个这个 我做这种事情 如果你也别抱着好的希望 或者期待 但是明天呢 有一个特别 坏这个建造的方法 把你那个姑妈手机给摔了 啊 摔完之后呢 我给你介绍一个修水区里面 我到时候我在那等给你 我修的水区的时候啊 我是在这个家里里面 到底藏着什么样的 所以说是 就一天了大行门 行行行行行 啊 然后我们有个十里之后啊 就等你我们到时候再说 你看吧 行吧 好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看你了 真是真是真是 真是 我给你发个正位啊 你明天就摔了 不过你就去那修了啊 好不好 我说好 我们就跟他妈联系啊 那行 好久不见 你好你好你好 怎么了 姑妈的手机昨天 昨天被我 被小银给摔怪了 你多大丑 你这么个摔法啊 你怎么能修 其实是外屏内屏 我看 用了好几年了 能修是能修 大概得需要多少时间 好修一个小时吧 先修吧 那 进去快点吧 没问题 咱先去吃个饭吧 吃个饭吧 重要是12点半 姐你把那密码跟我们说着 我们一会儿好给你隔了 再看看系统有没有损伤啥 197566 我没签到 好的好的 一会儿给你便宜放心行了 这是我朋友的 我们现在已经拿到 这姑妈的手机了 确实是已经摔坏了 开拍机了 那我们第一步呢 是先得把这个手机修复好啊 咱这个手机能换个屏吗 能 大概多少时间 一小时啊 行 一百万千 行 好 行那先放这修着 一会儿我回来拿 麻烦了啊 修好了你微信我行了 这样的话我们得给这个 拿下的说一声 一小时修复好 可能得要两个小时之后 让一个半小时之后 让你回来拿 你好 好 那个手机好了吗 修好了 这个是吧 好了好了谢谢啊 能开机了 开机密码是 197566 好谢谢啊 好 谢谢啊 我整个人傻掉了 这个手机里面全部都是 一个屁前和屁后的照片啊 然后微信现在 已经是个登出的状态 打开QQ以后 有很多他跟这个异性 暧昧的一些聊天啊 吃锤了 还真是这个样 我先把这些图片 我都截图 把这照片发到我的手机上 从我QQ加上去啊 发送到我QQ上去 这个事啊 这个男孩他想怎么解决啊 他和这个阿姨 他们去解决啊 我们只完成 我们委托人的诉求 就是他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们会把这两三天的素材 好好整理整理 发给这个委托人 用他们的认知 和自己去判断一下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至于他们要拿这个录像素材 或者这个调查录像 要是干嘛的话 这是他们的事情 我们呢也不会跟这个设施 就是这个男孩子啊 做过多的纠缠 或者说解释 一会等他们回来了 我会给他发个短信 让他现在就可以回来了 QQ好了 嗯 Q好了 但是没隔啊 里面就啊 嗯 里面没隔 200块钱 200块钱 你微信转了去了 你先回去吧 啊 先回去吧 拜拜 拜拜 好 你什么胡麻呢 胡麻 你又是胡麻 看怎么发 什么怎么样 情况怎么 是你好兄弟过来找了我们 什么样啊 应该是他嘴里面告诉你 做事啊 好吧 我们会把这个情况 告诉你那好兄弟 他的素质就是 让我们帮他查钱了怎么回事 不是帮你罚情 我真没办法掺和你的事 我只能把事情告诉你那好朋友 他马上会告诉你了 好吧 你别强求我 行吧 先这样 快回去吧 晚上他会告诉你的 书本华 曾经说过呀 人类就像刺猬 合在一起互相伤害 分开呢 又会彼此感觉到孤独 那些得不到的东西 他才会越来越觉得骚动 就像我们今天片子里面的 今天啊 这个阿姨啊 据我们猜测 大概率是一个海王 这些视频啊 看到这里 我们真心的想告诉 镜头对面 看视频的这些朋友们 互联网 信三分 就别信七分 能信七分 就别把自己投过 所有的爱 所有的心动 所有的幸福 所有的未来 交给那些 你深思熟虑过后的人 我们合在一起 并不是为了互相伤害 而是互相弥补 我们就算分开 也有让自己 更加充实满足的事情 而不仅限于 只是所谓的另一半 这里是国货邦 六百万铁粉回归计划 国货邦 就如现实